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卖聊 今天我们继续周末的女巫神 上期我们说到 纵神之父宙斯对战人类之父亚当 亚当败落云生 化身成他武器的女巫神七姐瑞吉雷夫也消失在了世间 对此,姚妹格雷丧心不疑 她还没有跟七姐好好道别 西奥德则化悲愤为食欲 仿佛手里拿的不是食物,而是宙斯 这也是西奥德的习惯 不安的时候就会暴饮暴食 毕竟连输了两场,再输一场的话就会影响士气 所以下一场必须要赢 明显神方也是这么想的 准备一鼓作气乘胜追击 因此神方选出的又是一位重量级的选手 宙斯的兄长郭赛东 统帅六海人称大海的暴君 堪称海中宙斯 这让西奥德陷入了困境 人类方到底该选谁 就在这时,有一人出现替她做了决定 她就是佐佐木小次郎 并且一上来就展示了一波自己的剑技 将要掉落一地的碑中植物 一地不差的全部调了起来 和其他人不同 就算是死后 佐佐木小次郎也从未停歇磨练自己的剑技 至今一直持续了四百多年 海鸥声、浪潮声 充斥着观众席上每个人的耳朵 一出场 波赛东九仙声夺人 随着波涛汹涌的浪潮来到了竞技场 不愧是大海的暴君 相比之下 佐佐木小次郎训报了 人称史上最强的败者 因此他的出场遭到了众人的质疑 连人类最强剑士 功奔五脏都没赢过 就来代表人类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但下一瞬间 小次郎一个拔刀 汹涌的海浪就平静了下来 毫无疑问 自安抚了众人躁动的心 剑士们更是激动不移 因为他竟然达到了所有剑士 想要达到的境界 天下无双 可就在大家以为激烈的对战就要开始时 一人一神却未移动白分 小次郎更是紧张的手心冒汗 其实不难 读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一人一神看似不动如山 但小次郎却早已在脑海中进攻了18次 并且次次被击杀 正如传说中那样 波赛东是连神都畏惧的可怕 以前奥林匹斯的众神 跟女武神姐妹一样是13神 但其中一神阿托摩虚被波赛东杀了 阿托摩虚是宙斯和波赛东的哥哥 事情发生在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诸神 在泰坦之战打败泰坦神族后 宙斯因此登上了最高神位 但阿托摩虚却不满宙斯等位 开始新兵造反 他解放了被封印在死亡于黑暗深渊的泰坦神族和巨人族 还驯服了天界最凶恶的怪物提风 并在拉拢了部分神明后 还想要策反波赛东 在波赛东眼中 所谓神就是 神不具群 神不图谋 神不依靠他人 明显阿托摩虚违背了这些准则 所以不配为神 于是一击毙命终结了哥哥的生命 自此众神的历史就被改写了 奥林匹斯的诸神原本就只有12神 这就是波赛东的可怕之处 阿托摩虚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波赛东一这么说就会变成现实 没有人敢反对 不允许任何人反对 他比任何神都更像神 于是感受到死亡威胁的小次郎 干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还是当条咸鱼舒坦啊 毕竟则是小次郎的惯用手法 对战时一见势头不对 就会立马举手认输 当然这不代表他就会摆烂下去 战败后他会追求获胜的方法 独自学习 不过不是去道场拜师 而是拜大自然为师 并且日复一日坚固修炼 直到剑气能打败大家 可他也不会刻意到 曾经打败过他的人面前炫耀 去击败他 而是在脑中对战 然后再继续寻找下一个 能打败自己的对手 没错 他只是单纯的 想要成为最强的剑士 而不是为了赢了谁 于是小次郎踏上了一场 不断败落的旅程 各路流派高手 剑技王者 那是连赞连败 因此左左目小次郎一生 从未赢过一场对决 史上最强的败者 也就这样诞生了 但显然 这次神人之赞 可不能随意认输 为了让自己变强了前辈 为了构筑他血漏的世间万物 他必须站起来 而后便见小次郎一个月身 手持三尺长刀 朝着波赛东全力劈去 并在波赛东躲过 准备回击时 沿着第一击的轨迹 反向灰劈 直接划伤了波赛东的脸颊 此招便是厌返 此数高达200公里 这一刻波赛东 终于和小次郎对视了 并慢慢走向他 发动了技能 狂怒波涛 然这高速密集的突刺 小次郎全都离开了 而这不是因为 他有着和亚当一样的神叙事 看得到攻击 完全是因为经验 曾经那不断挑战强者 不断落败 不断在脑中和对方交受的经历 造就了如今的境界 仅从波赛东的走路方式 呼吸 砸眼等动作 身体产生的微小动作 甚至一根毛发的波动 就能在脑海中构筑出 波赛东的身影 在脑中和他对决 模拟他的千种攻击方式 也就是说 小次郎能做出最快的预测 不管对手的攻击多快 攻势多猛 都能事先模拟 避开攻击 预测对手的所有攻击 这就是他的能力 千手无双 对此波赛东耻笑一声 吹了声口哨 又发动了攻击 刹那间 三叉戟直接刺伤了小次郎 怎么了 你不是能预测我的动作吗 废物 这速度的一击 众神欢呼 波赛东平了恨不耐烦 于是抬头好一眼 吓得众人是不敢动弹 毕竟在他的眼中 神不需要同伴 神不聚群 所以不需要同伴的声援 剑词小次郎讽刺了句 神真是悲哀的存在 听词波赛东恍惚了一瞬 便立马朝起发动了技能 降落荒海的雷神 如雷雨般的突刺不断落下 小次郎不断回击 而后又发动了千手无双 灵力的剑击超越了人类的领域 逼近神明 但在波赛东面前 又落而戏 他依旧能从小次郎 预测的死角攻击过来 这死力的差距小次郎越挫越勇 而后便见其反手握刀 就是一招严流傲益 虎切 可还是劈了个寂寞 反而被反击的波赛东 用三叉戟折断了长刀 众人呼吸一致 几乎断定小次郎败局已定 这似曾相似的局面 小次郎不仅回想起了 和公奔五脏的严流岛之战 面对强到离谱的公奔五脏 小次郎本应像往常一样 冷书 毕竟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但这死斗而乐趣 却让他不能自拔 为了不留遗憾 小次郎决定一战到底 而后 伤害者见百世间万物为师的男人 和以天下无双为目标 一路孤独走来的男人 都在这场数分钟的对战中 经历了此生最幸福 且难舍难分的时刻 真是场淋漓尽致的死斗啊 随后小次郎捡起了断剑 神器再练 只见断剑成了两把断剑 这正是化身为小次郎武器的女武神 和瑞斯特的特性 女武神十三姐妹奥杰 和瑞斯特拥有两种人格 是唯一同时具备两种力量的女武神 分别是颤抖者和轰鸣者 来吧 战吧 这超高速的对击 波赛东游刃有仁有余 小次郎则步步紧逼 弓蒙五脏的二刀流 傅天流的小太刀 有声心音流的流水不发 一刀流的破坏力 剑胜上拳一尸手的千变万花 终于小次郎再次让波赛东挂来踩 随后一刀两刀三刀四五刀 刀刀命中 波赛东瞬间遍体鳞伤 这剑可是一群剑士堆栽的意念 这就是天下无双 作作目小次郎的二天炎流 而波赛东抹了把血水兴奋了 一个突刺瞬间粉碎了众人高昂的情绪 这次波赛东决定正面对决 用纯粹的实力碾压 就算小次郎继续牵手无双 直到他从哪儿攻击过来 也让其避无可避 随后便是一朝四十日四十夜的大洪水 动作之快 波赛东的残影竟然形成了球体 而在球体内 狂暴肆虐的则是如暴风雨般的斩击 这一刻小次郎终于体会到了波赛东的深不可测 本以为触碰到了底部 居然还有下一层 小次郎第一次怀疑自己 难道自己败真的是兵家尝试了吗 可就在这时 一身小次郎换回了他的理智 随后两身三身 那曾经挑战过的剑士都在呼唤他 仔细聆听 会场的众人也在为他助威呐喊 刹那间小次郎悟到了那一招 事实上所有要素交受给小次郎的 那神乎奇迹的一招 万首无双 不仅限于对手的动作 空气的流动 地面传来的震动 世间万物都能被他预测 果然再次面对波赛东的超高速突刺 小次郎都轻松躲避了 没错 他预测出了波赛东的所有动作 他避开了所有攻击 终于走到了神的身前 而后一招二天严流奥义 双眼斩虎万阵缭乱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斩断了波赛东右臂 然后是左臂身体 神也不是不可撼动 则是属于人类的战戈 这就是人类的潜力 神对战人类第三回合 以人类代表左左目小次郎的胜利 落下来帷幕 用时十三分其妙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可以的话 请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一下哦 谢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